詞曲 李宾 şu.:elyn 這些 burdens store 的時候 他們就把 wholesale price 當成就是給我的 化身變數 然後下去做 可是這樣子 或Manufacturer就沒有它可以決定的東西 就像那個就是作業之後一體不是在算那個QSTAR嗎 可是它是把其他東西都固定 然後去看Cost那些東西怎麼去影響那個QSTAR 這個Manufacturer來講 它唯一能夠決定的東西就是那個Hotel price 那為什麼它會變成那個外層變數 而不是以後兩邊的名單去決定那個Hotel price 這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在這Model裡面W是exogenous 就是外申的或者說就是給定的 基本上看Stage吧 比如說現在這個Stage是Retailer要make他的Decision的話 那你的WRR就是對它來說是給定的嘛 這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的問題可能是說 比如說像這一頁啊 為什麼我們說要是Return Contract長這樣子的話 那他們就各會賺多少錢 然後結果各會怎樣怎樣 那這是因為這篇Paper在寫的時候呢 它主要要講的問題是 Return Contract能不能達成Coordination這樣子 就是給定一個Return Contract 有沒有可能它的Equilibrium的Order Quantity 會是System Optimal的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這個比如說 這裡有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說 給定Return Contract以後 我這個Retailer的訂貨量 會受到什麼樣的式子的限制 而我問的是有沒有可能Qt star 會是它的Equilibrium的Choice這樣子 然後呢Paper導出來的結論就是一些 比如說像這個 如果你的Contract符合這個條件 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那它就會是Equilibrium Choice這樣子 所以Paper最後的結論就是 嗯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就是Return Contract有可能可以 Coordinate這個System 但是它不是從製造商的角度去問 製造商應該怎麼最大化它的Profit 去挑一個Return Contract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沒有製造商 ChooseReturn Contract的那個Stage 這樣子 因為它不是要講那件事情 這樣子的話我們是不是不能說 那個Production Cost怎麼樣去影響 那個Retailer的Quantity 就是因為Production Cost 如果我們說Production Cost上升下降 那個Quantity不動 或是上升下降那些都不管 可是理論上應該是 把那些Cost先影響到Ocell Price 然後再去影響到它的Quantity 那如果直接跳過Ocell Price 這個上下變動的幅度的話 那那個Cost的影響到Quantity 不會變得不錯 好 問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 就這個System來解出一個Equilibrium的 比如說Equilibrium的Quantity好了 然後我們問說 那這個C 這個Production Cost 會怎麼影響這個Equilibrium Quantity的話 那怎樣怎樣如何如何 然後一次尾分什麼之類的 看它的證還是負嘛 這件事情大家前幾個禮拜都有做過 對吧 看某個外在的環境的變數 應該說參數如何影響大家的Decision 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呢 你說在這裡適不適合做 某方面來講的確是不適合的 我今天在這個Game裡有兩個Player 有Manufacturer跟Retailer 對吧 那我知道Retailer in Equilibrium會做什麼 他會去決定那個Cue嘛 那Manufacturer要做什麼 在這個Model裡面其實是沒有討論的 它沒有某個Stage 是Manufacturer去Maximize WR跟R去弄它的Profit 就是沒有 所以你實際上不知道Manufacturer in Equilibrium會做什麼 應該說他沒有Define他也沒有解 他沒有說Manufacturer要最大化他的Profit 或者是要最大化System的Profit 或者是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孤兒 或者是他爽就好 就是沒有 他就是沒有講Manufacturer要幹嘛 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是不存在所謂的Equilibrium的Wholesale Price OK 他只有說給定Wholesale Price和...的以後 那Equilibrium的Quantity 有沒有可能會是System Optimal的 這樣子 所以你的確 你可能會去講 比如說C這個外在的變數 或者是P這個外在的參數 怎麼影響這個Croordinating的Contract OK 你可以說外在的參數怎麼影響這個Croordinate的Contract 它會讓W跟R的關係變得更大或更小 或者是怎樣 這件事情是可以講的 因為CroordinatingContract 是這個System的一個產物 或者是一個Output 或是一個Property 這樣子 但你的確在這個Game裡面 你是不會去講 它怎麼影響這個QSTAR或是什麼的 這樣子 所以你說了你那個觀察是沒有錯 這樣 那最後就是說呢 你可能有點好奇 Paper為什麼不討論 Manufacturer的Utility Decision Utility Maximization 或是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是因為 你如果認真看這個Form的話 Manufacturer如果真的想做那件事情的話 那他就去做 然後你也知道我們後面有一頁有講 他是可以找到一個Contract 去讓Retailer賺0塊錢 然後Manufacturer賺整個System Profit 對吧 所以其實你是知道的 如果你Define這個Problem as this 然後說Manufacturer要最大化自己的Profit的話 那他就辦得到 他就會 他的最佳策略就是先弄一個CroordinatingContract 然後讓整個System的Profit變得最大 然後再把所有的錢賺走 所以他雖然沒有很Explicit理解那個東西 但是你其實知道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Manufacturer就會這麼幹 OK 或是弄得稍微複雜一點 你說Manufacturer不行 因為這樣Retailer都沒有錢賺 Retailer會不開心 他就會不工作的話 比較合理一點的情況就是你說 在他們用Return Contract之前 他們就是用Wholesale Contract 你大概也會算 In Equilibrium Manufacturer的Wholesale Price是什麼 然後Retailer的Order Quantity是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In The Right News Vendor 就是你會解嘛 所以In The Right News Vendor你可以解出 兩方各自的Equilibrium的Profit 對吧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Profit 設成是Retailer的一個Baseline 就是Retailer至少要賺到那麼多錢 不然他就拉倒 然後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讓Manufacturer去解他的Optimal的WR跟R Subject to Retailer至少要賺得到 他在Wholesale Price的時候賺得到的錢 之類的 就是你有一個限制是Retailer至少要賺多少 然後再下去解 那你一樣 Manufacturer要做的事情 一定就是先Coordinate這個System 然後Total Profit最大化 然後再分一部分給Retailer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OK 所以這個Game背後隱含著 大概有一些這種事情 是樣遠嗎 好 感謝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試 在同影片33年那邊就是 講第三點就是要確保雙贏 然後會希望就是整個Profit 可以就是被任意的分開 那就是為什麼任意的分開 就可以insure win-win 好 insure win-win這件事情啊 就是某種形式上算是我們的理想 我們今天在解一個這個Game的時候 我們的問題有一點像是 某一種遊戲規則是不是會帶來什麼影響 這樣子 那當然他有可能會就是這一方很開心 或是那一方很開心 那我們作為某一種形式的局外人 我們在做這種Study的時候 如果某個遊戲規則在良好的參數設定下 可以讓兩方都開心的話 我們通常會覺得挺好的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種Game裡常常會問 某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是不是Win-Win 就是兩個Player都賺比較多 當你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隱含著這個不是一個零和遊戲 就是不是一個Zero Thumb Game OK 不是說你賺得多我就要賺得少 是有可能大家一起賺得多的 好 那回來這裡 所以我今天假設 在昨天以前 他們就是簽一個Wholesale Contract 假設是這樣子吧 然後呢假設Manufacturer賺這麼多 然後Retailer賺這麼多 這樣子 假設啦 這都是餅都是隨便畫的 所以你可以說 這整個supply chain的這一塊餅就是這麼大 這兩個人加起來這麼多錢嘛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今天說 欸今天咱們來簽一個 Return Contract OK 簽Return Contract會變什麼樣子呢 假設我們簽的是一個 Coordinating 的Return Contract 的話你知道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這整個System 的Profit會變得比較大 你還不知道他怎麼樣的被分給這兩個人 但是你知道 整個Pi會變得比較大 整個Pi會變得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Coordinating的Contract Coordinating就表示 你放他們去decentralize 做Decision 但是他們會 讓結果變成System Optimum 會變成像integrated的Channel一樣 那麼好 所以ChannelProfit會變大 這件事情基本上已經證明過了 好 那接下來的煩惱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達成Win-Win 對吧 Win-Win就是讓兩個人賺到的錢都變多 那你可以 稍微的想一下 就知道 理論上是有可能的 因為總共賺到的錢變多嘛 你只要確定 嗯這個分配 可以均衡的分配 就好了 就是這一塊餅你可以 這一塊多出來的餅 你可以自由地分給A或B的話 那 這個Channel就可以達成Win-Win OK 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能做到 其實不一定 有一些Contract是不行的 那你今天想要知道這個行不行 知道這個行不行要怎麼做呢 就是有點像我們畫的那個圖一樣 假設在這個我們在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那你的一些參數可能會有Range 比如說像這個題目裡面 你的小R 基本上是介於0到W之間 對吧 你的Return Credit 你不可能買5塊然後退退6塊 好像太誇張了 然後你也不可能退回去 還要付錢 我的意思是在Return Contract的限制下 OK 然後呢 你也知道 我們這裡好像有 就這個圖 不過這裡沒有就算了 我們現在畫的圖就是 影片中畫在這裡的圖 如果今天小R是0的話 那你看這個 equation 你知道W會變成C 對吧 也就是說 Manufacturer要做的事情是 他的 Wholesale Price很低 就是C 然後呢 Return Credit是0 也就是你Return我 我是不給你錢的 這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Retailer想 Oh Wholesale Price好便宜啊 所以雖然不能Return也無所謂 我的訂貨量會是System Optimal的 然後Manufacturer賺不到任何一毛錢嘛 對吧 你把東西生產出來 就用成本價賣給他 等等等等 就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Manufacturer 我們現在基本上只是在Repeat 推影片上發生的事情 Manufacturer賺不到任何錢 而Retailer 可以賺到全部的錢 然後隨著你的R慢慢的變大 這兩件事情會慢慢的反過來 當R變成W的時候 情況就會變成是 嗯 今天你要買東西 行 買了以後你就退 退 我就把全部的錢都退給你 但是呢 你其實是賺不到任何一分錢的 因為你就是做白工而已 然後所有的錢都會被Manufacturer賺走 那這個情況下呢 就會變成 TIE R TIE M 他們兩個加起來還是一樣大 但是 他們會 一個從 呃...不太知道怎麼畫 反正就是這樣子 一個從0變成最大 一個從最大變成0 這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需要畫出這兩條線 為什麼我們 需要知道他能 arbitrarily split這個pi 就是因為 好假設今天這裡是 100塊 這裡是200塊 那假設這裡是50塊 就表示說 這整個channel的profit 現在有350塊這麼多 對吧 我今天想問 欸有沒有可能這50塊 均分給這兩位呢 有沒有可能他賺125 他賺225 那答案就是有 在哪裡 就是好我找pi m 賺225的地方 假設225是這兒 那我就去看 這裡 在這個點上 在這個R star上 我可以讓pi m 恰好賺到225 然後因為他們加起來賺了350嘛 所以retail一定就是賺125 對吧 而且你知道這個點是存在的 因為pi m就是這樣子從0 升到350 這個點是一定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 arbitrarily split這個pi 這樣子 你今天如果不想要 然後對半分也可以 因為你說 本來我們就是賺1比2 那我們現在也賺1比2 所以我來分16塊給你 剩下的34塊我要自己收下 你能不能讓manufacturer賺234塊呢 也可以 就把r調大一點 就好了 所以今天你這50塊要怎麼樣 你分給這兩個人 就是都ok 因為這個線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當你知道這個coordinating的contract 可以透過條參數來讓任何人得到任何的share的話 那win-win就100%可以做到 所以大概可以寫說 arbitrarily split 你如果可以arbitrarily split你的profit的話 這樣子你就可以imply win-win ok 就像剛剛說的 這50塊你可以任意分 那就可以保證win-win 保證win-win是 如果要的話可以win-win 不是說equilibrate就一定會win-win 是說如果要的話 但反之就不一定 你要win-win不表示一定要能夠arbitrarily split 這樣子 你只要 就算你不能讓任意的share都被realize 只要你能恰好地 有辦法把這50塊分給兩個人的話 那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不需要arbitrarily split 才保證能win-win 不需要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arbitrarily split的話 就一定可以win-win 這樣可以嗎 這應該是P吧 你今天在這裡跟這裡的W的確是不一樣 對吧 但是它不影響這兩個人賺到的錢 是不是加起來等於350 加起來是不是等於system profit 我們現在在這裡畫的這個r 是system coordinating的r 所以r決定了以後w就會跟著決定 因為你的equation長那個樣子 w會跟著r跑會變得不一樣 但是只要w跟r一起符合那個equation的話 那你兩個人加起來的profit 就是最大化到350 integrated的profit 然後就我們就說這個是coordinating的 所以雖然w跑來跑去r跑來跑去 但是如果要coordinating 他們就要落在某個一條線上 然後就reduce回一尾的嘛這樣子 可以嗎 這個問題是問 我們只是在問能不能保證雙贏 而不是問能不能保證最大化且雙贏 你今天已經是coordinating contract的話 那total profit已經最大化了 就是兩個人一起賺到的錢是最大化的 因為coordinating表示這個decentralized system的efficiency 達到integrated channel的efficiency 就是就算這兩個人合併一起make decision 也沒有辦法做得比coordinating contract更好了 我是反過來講 原本兩個人這個各自為證各做各的 然後channel profit不是很大 但是coordinating contract放下去了以後 兩個人也是一樣各自做事情 結果就會讓efficiency回到integrated channel的程度 所以從第一個角度看的話 考慮這整個system 那他的profit已經最大化了 在這個coordinating contract底下 然後你再split這個channel profit給這兩個人 來讓他達到win-win 所以你不能說個別的 或者是讓兩個人都最大化他的profit 因為兩個人一起最大化 這件事情沒辦法define 但是你可以說兩個人一起已經最大化了 兩個人一起已經最大化了 而且win-win 所以這件事情是有做到的 這個禮拜的這一篇paper呢 他本質上是講一個incentive這個東西 這個issue 那incentive這個東西當然是任何形式的decentralized 的system裡面的某一種核心議題 對吧 就是decentralized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能控制別人做什麼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設計一些incentive 或是提供一些incentive讓別人in some sense 做你希望他們做的事情 這樣子 那manufacturer在這裡提供的incentive就是return OK 他給你一些return 這樣的話你就會願意多訂一點 然後他透過調整這個return的慷慨的程度 來讓你訂到最理想的狀態 然後再讓整個channel的profit最大化 然後大家再來討論要怎麼樣分這個pi 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呢這是一個例子就是 你今天是個decentralized的channel 然後你是個manufacturer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賺更多錢呢 有兩個方案 一就是你downward integrate 你就integrate你手下那個傢伙 然後呢你就控制整條supply chain上的tour the decision 那這個如果做得到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這大家都知道 如果做得到而且你去賣沒有比人家賣來的差 就是能力值是一樣的的話 那就會是最好的 不過很多時候做不到嘛 要嘛就是你沒那個錢把它吃下來 要嘛就是你自己身為一個製造商去賣 賣的沒有辦法賣的像他一樣好 那這個時候就換一些方法 你不能integrate的話 或是不能cooperate 那我們就說那有沒有什麼incentive的system 是你放下去 有點像是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來讓底下的人做的事情變得不太一樣 OK 然後就還是可以提升這個system的profit 或者是讓大家都賺得更多 這樣的話就是最好啦 這樣的話就是最好啦 就是你不需要真的integrate 你只要改變這個incentive的system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像老師教課 那希望同學認真讀書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同學都叫在他面前 然後就開始讀 然後我就坐在他面前面盯著他 他就開始讀 然後他就會學習效果勝佳 這是他會滿認真的嘛 但實際上當然是做 剛剛那個case就像是integrate 就你把他抓來然後就一起讀 或者是你把他抓來 然後促膝長談之後 一起決定一個讀書的計畫之類的 反正這些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改變一下incentive的system 就我們要考試 或者是要是你拿到全班若干高分 或者是你考到某個成績 或者是你講得出某句話的話 我們就給你獎勵 或者是你就會得到什麼好處等等 或者是同學就會給你喝彩之類的啦 那總之 你可能就會因為規則改變 而改變你要不要認真讀書啊 或者是要讀到什麼程度這樣子 所以在世界上很常你要做最佳化 而其中一部分的最佳化的活動就是 你要考慮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人 會怎麼respond to your incentive system 所以你就會從以前你在OR或者是最佳化方法學的 就是我要規劃我的資源怎麼樣配置 得這個single decision maker的problem變成 考慮一些你沒辦法控制的人會怎麼反應 然後去設計你的這個incentive system 然後incentive system是比較抽象的概念 實務上的話可能就是contract啦 價格啦 或者是能不能退貨啦 有沒有保固啦 有沒有折價券啦 有沒有團購啦 有沒有這個買貴退差價啦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就是各式各樣的這種議題 OK 然後這邊paper剛好也是揭露一個微微殘酷的事實 就是研究可能很有趣啊 議題可能很有趣 但是方法可能很困難 就是你要是有這個intuition說 return可以讓retailer定比較多 就很好 但是那只是一個好的開始而已 接下來你還要有個formalized的東西 去show這件事情 或者是去show一些你的intuition 沒辦法表現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微積分不行的話 就做不下去 微積分不行的話就做不下去 挺困難的 所以數學或者微積分啊 現代機率這些東西在這裡 它不是核心價值 但是沒有它的話就做不下去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來做題目吧 好 先熱個聲做一下這兩題吧 這個第一題 基本上就是影片中講的萊布尼茲定理的這個應用嘛 所以你就看1 2 3 上界下界跟中間integrate的地方 有沒有y的函數 要是都沒有的話 啪了一下就0了嘛 那如果有的話 以這個例子來講就是 喔上下都沒有那就沒事就放著 然後你就把裡面拿來對y為分 對吧 裡面拿來對y為分 裡面拿來對y為分 欸 得到這個 好就會變成這樣 OK 那這樣完了以後呢 你就機機 就變成1 2 x 平方 然後把0跟20帶進去 就會得到200對吧 這樣可以嗎 要是你真的 對於從第一步到第二步 感到有一點困擾的話 就把它背下來吧 就把它背下來吧 但是你要是從第二步到第三步 也感到困擾的話 喔那就有點麻煩 然後可能多跟你旁邊的同學聊天啊 互相支持一下這樣子 好 剛剛那是第一題 那第二題的話呢 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一樣是對y為分 然後從0寄到y x 平方 現在x 平方沒有東西了 對吧 但是你也不y 所以這個時候的定理 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y帶進x裡面 然後如果y是y的函數的話 還要再乘上那個函數對y的微分 這樣子 那既然沒有的話 這樣子你就變成y平方 這樣可以嗎 喔 很好 好 看大家意猶未盡的樣子 再來一題 來 做做看 這是某種形式的前兩題的結合嘛 好的 好 這一題也滿直接的 為了節省大家時間 我就直接把它做了 大家可以對一下答案 你呢 一樣就是1 2 3 看看是不是y的函數嘛 喔 這個人是 這個人是的話 你就先把y帶進x裡面 把y帶進x裡面 你就得到了一個y平方 然後那是第一個term嘛 y帶進去得到y平方 然後呢 下面這個東西沒有 沒有就沒有 然後最後這個 這東西也是y的函數 所以你就再把它加上去 加上從0 積分到y的 裡面對y為分 這樣 OK 那這個x變成1 2 x平方 然後把0跟y帶進去 得到了2分之y平方 所以你就會得到答案是2分之3y平方 應該可以吧 那這樣 這樣 熱身結束了 差不多應該要來一點 比較 有活力的題目 試試看吧 我給大家一點輕微的提示 sin為分是cos 論為分是x分之1 答案跟你的一樣吧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練習一下而已 它談不上是什麼精髓或怎樣 但是就是你如果不會做的話 有時候遇到一些困難 你就無法前進下去 這樣子 那如我們學期一開始講的 本課程的目的就是 教大家如何拿這套方法來做研究 所以 某些難關你還是要度過 好 那一樣先熱身 你今天有個標準的 Indirect News Vendor Problem 那這個R這個傢伙就是個news vendor OK 所以呢 retail price假設是P吧 那你的這個manufacture的production cost 假設是C 這樣可以嗎 然後呢 你今天重點是你有一個random demand capital D 那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就讓它是uniform0到小b uniform0到小b 也就是說你的b是個positive的number 這樣子 好 那今天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你 他們要幹嘛呢 分別要訂wholesale price 對吧 和retail price 對不起 和order quantity q star的話 當然就是 已經是equilibrate 所以先把它拿掉 先把它拿掉 OK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有一個 indirect News Vendor Problem 那咱們先熱個身 先熱個身 假設 w等於c 就是 for some reason 他們是integrate 這樣子 或者是manufacture 腦子燒壞了 或者是怎樣的 請問 qstar會是多少 ok qstar會是多少 ok qstar會是多少 試試看吧 and f of qstar 然後要等於某一個critical ratio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的critical ratio 就是有p跟c 這兩個東西組成 也就是p分之c 這樣 不管你demand長什麼樣子 反正always就是長這個樣子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就稍微的modify一下 這個qstar 那給定的時候 你的demand比他小的機率是什麼 比如說是這樣子 對嗎 b-0分之q-0嘛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要等於p分之c 如果簡單的話 減了以後呢 你應該會得到答案就是 就是什麼 這樣子 假設我們放c吧 因為我們說他是c嘛 你把它移過來把它移過去 然後把b乘上去 基本上就會變成這樣子 可以嗎 總之你的核心 核心精神就是上面這一條啦 上面這一條 反正news vendor optimal solution 就是要satisfy這個equation 那剩下的就是 equival work而已 OK 好啦 那有了這個以後呢 你毫無疑問的會想要問 那如果今天這個manufacturer 沒有那麼好心 manufacturer如果做他該做的事情的話 會怎麼樣 所以manufacturer如果他選 w去maximize its profit的話 那in equilibrium w會長怎樣 然後q會長怎樣 對吧 這樣子 那你manufacturer要做的事情 就是給定定貨量 我生產 所以他沒有存貨問題 他只要給定定貨量 然後生產就好了 所以他只要知道自己的w會影響定貨量 或者說他的出貨量 然後影響他的profit 這樣就可以啦 試試看 一口氣底把他們兩個解出來吧 首先你要寫下manufacturer的profit function as a function of w 對吧 那要是有了他的話 你就知道manufacturer會幹啥了 你當然不需要重解一次retailer的problem 因為retailer的problem 剛剛stage1已經解過了嘛 對吧 你只是要把c換成w 然後就天下太平了 所以manufacturer一決定w 你就知道retailer會跟你買多少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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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答案還帶一下怎樣 W是2分之P-1 然後QHR是B乘張2分之P-1 好 請問大家做完美的示範 假設啊 假設今天這個Manufacturer呢 覺得這個Contract不太好 就是沒有達到他理想的狀態 所以就說那我們來弄一個ReturnContract吧 那這個ReturnContract呢沒有什麼理由 他就是決定我給你退一半 OK 你要是買100個最多可以退50個 這樣子 所以大R是2分之1 Somehow已經決定了 另外呢小R也決定了 你不知道是多少當然就是小R 就是退一個給你小R這麼多錢 OK 所以在給定 W小R和大R等於2分之1的情況下 請問Retailer會定多少呢 就這樣 就這樣 那你冷靜底思考一下的話會發現 嗯... 這個題目並不跳出影片中介紹的那個model的範圍 對吧 他只是影片中的model的一個special case in which大R已經fixed了 而且demand已經知道是什麼distribution了 所以該帶什麼公式 呼之欲出啊 帶一下 我們應該說找一下 找到你該用哪個是 然後你的QSTAR自然就會是某一些東西的函數 就是它的大R是2分D 所以把它帶到 嗯... 就是 Retailer的Utility Function 為1分之後的 試比會長這樣 然後把它用大R2分D帶進去 然後大FQSTAR是1分DQSTAR 然後解出來就會變這樣 這一題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去把 東西帶到這個柿子裡 這個 對吧 因為 不管你的Q啊 不管你的Q啊 F啊 R啊 W什麼的 是多少 你的那個 Retailer的decision making 都是based on這條式子 因為Retailer要做的事情 沒有別的 就是maximize自己的total profit I mean expected profit OK 然後一次尾分出來就是這個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這裡把 R給1分D帶進去 然後把大F 用uniform來換掉 然後讓這個東西等於0 出來的就會是 剛剛那個樣子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是你要做的事情 好 那 有了這個以後呢 你不禁就想要 問 對manufacturer來說 現在該是來思考 怎麼樣做coordination的時候啦 所以 怎樣的R 怎樣的小R 可以 coordinate coordinate 這個System呢 OK 存不存在有一個小R as a function of something 它可以coordinate這個System 大R已經是1 2了 動不了 其他的東西能不能 做為小R的決定的量 來讓這個System被coordinate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那一樣 你可能要找某一個 關鍵的equation 然後那個equation 能不能用 問一下左臨右色 然後如果可以用的話 帶進去看看 有沒有辦法讓R 滿足那個equation 好 coordination的定義 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那個小R 那樣子設了以後 retailer就會定 System optimal的quantity 那何謂System optimal的quantity 你是知道的嗎 然後 剩下的事情 就差不多了 我們用了兩個式子 第一個用的是 那個 一體有一個 Q 等於那個 E 乘以1-P分子C 然後這邊 對在白板上 對在白板上 然後這邊會用C 而不是用 而不是用W的 做的原因是因為 這邊是在看的是系統 而不是只有看 一個retailer 所以我們會用C 而不是用W來做這件事 然後還有剛剛在這一個第三小題的時候 我們做出來一個式子是 那個就是4P-3R分之4B乘以P-W 然後於是我們就就是Q star 就是用這個式子去解出那個R跟P-CW的關係 好 好 那在這邊之後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左右通分 然後丟來丟去 湊來湊去 然後對 這個 就是大家知道 用這個式子之後 下面的式子就都可以 在一連串的暈算之後 你就會發現R就是 這邊你會發現一開始的時候 B兩邊都會被約掉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就是R等於3分之3 3乘以P-C分之4P乘以W-C 然後這個式子沒有B 好的 那本質上啊 剛剛的做法其實也蠻單純的 你知道System Optimal的匡量體是多少 對吧 你希望Eventually他會定這個量 那你如何讓他定這個量呢 就是用你的R去調整他的Q star 因為你知道你的Return Credit 會決定他的定貨量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decentralized system裡面 Q star是受R決定的 所以你R改變Q star就改變 你把R調整調整調到這個Q star 等於這個integrated的quantity 欸 這樣就可以啦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你是找得到那個R的 那也不是太令人意外 這樣子 一般來說你找出這個以後 可能想要verify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正的 嗯 果然是正的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好 最後呢 你得到這東西了以後 不免想要問一下就是 外部參數怎麼影響這個 外部參數怎麼影響 order quantity什麼的 那樣的問題不是很make sense 因為你不知道manufacturer會做什麼 對吧 但是你make sense的問題是 外部參數怎麼影響這個 coordinating的R stop 好 這種就可以 因為這個coordinating的contract是這個 嗯 system的一個property 或者是system的一個outcome 這樣子 OK 在其他該fix的東西都fix了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比如說 P跟C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R star有什麼影響呢 總之你圍完了 圍完了總是會圍出來的 咱們就姑且相信 P跟C對R都是負影響吧 那有沒有什麼道理可言呢 第一件話就是說 對每個戰隊來講的話 我反過來講C上上 R會下這樣 就是我的cost變大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他 我就會希望他賣回來的價格 會 就是少一點 我就可以用少一點 就是我要負擔的風險就少一點 因為我本身自己的prodation cost很高 我就沒有辦法再付出那麼多的 去幫他們分擔他的風險 那相對於P來講也是 就是如果P上升的話 就是零售商在另外一邊賺到了那麼多的錢 那我就希望他賣回來的東西 就是 對 反正就是類似那個樣子 最後一句不覺得有點牽強嗎 這個大家回去 需要圍積分練詞的再圍一下 然後呢 老實說 我個人覺得這東西蠻 counterintuitive 或者是nonintuitive的 就是P跟C對這個東西有同樣的影響 聽起來也蠻奇妙的對吧 你回想一下 這整個system是一個news vendor 這整個system是一個news vendor 對吧 那對news vendor來說 P跟C帶來的影響應該是剛好相反的吧 對吧 P如果上升的話 你希望他多定一點 C如果上升的話 應該是生產啦 就是多生產一點 C的話少生產一點 因為他們分別影響overage 跟underage cost OK 所以 雖然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P跟C的影響 感覺上好像不太應該是同向的 但是結果來說是同向的 這樣子 P會影響那個量 對 對當然 所以我的意思是 像這種東西 他已經是推了好幾層以後推出來的結果 對吧 就是他不是一個單純的 某個人在equilibrium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而已 某個人在equilibrium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是這裡 你再往下推一層才會推出 那system的 可以induce system optimal的這個 quantity 的這個某一個decision是什麼 那又是再升一層的東西 升到某個階段了以後 你的intuition就沒有辦法很直接的告訴你正確答案啦 到那個時候呢 你做這些model 就可以提供你一些guided mind 說某件事情對某件事情的影響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什麼東西上升的時候 會有人做這件事情那件事情 OK 那就是你的model可以告訴你一些事情 或是像比如說 這個量不depends on b 也是蠻酷的 對吧 因為b是消費者的怨婦價格的上限 in some sense 那當然你說這其實是price 所以其實不太一樣 也OK 但總之呢就是b完全不影響r star的這種事情 你在開始做到做出結果之前 可能未必想得到 對吧 你還在想b對r star到底是上升呢 還是下降呢還是怎麼樣 結果是不影響 總之 這個故事只是想要告訴你 model有時候有一些用 就是太non trivial的事情 你靠直覺是看不出來的 OK 今天啊這個在這個世界上 像這種manufacturer跟retail的這種channel 你其實有很多別的可能性去 coordinate這個system 比如說我們來介紹一種大家很愛的 叫做revenue sharing revenue sharing 本質上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點像是這個抽成的概念 就是我今天賣東西賣給你的時候呢 我一樣有一個wholesale price OK 叫w 那那個就是wholesale price 一個 五塊 兩個就是要十塊 之類的 但是與此同時呢 我有一個revenue sharing的coefficient 叫做5 5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這個數字是幹啥呢 這個數字就是說 retailer他不管他的sales revenue 有多少 你就要分5% 或者說5那個量給manufacturer ok 如果你的retail的sales revenue 等於s的話 s是某個量 那麼phys就給manufacturer 然後1-phys就給retailer 懂意思嗎 所以phys可能是什麼 30%啦 80%啦 50%啦 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 但總之 看你retailer賺多少錢 你就分 給 一部分給manufacturer 可以吧 好 那今天一樣 manufacturer retailer retailer一樣 面對著一個random demand的市場 那我們大家進階一下 現在你不知道他是不是uniform 你知道他是大f小f 然後你一樣有retail pricep 你一樣有production cost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裡 他們兩個人之間 會經過議價啦 談判啦 什麼的也好 決定的contract 就叫做W5 可以嗎 好 截至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非常好 那這樣就叫revenue sharing啦 那本質上常見的精神就是 本來一個東西賣你10塊 喔 好 那不然現在一個東西賣你8塊就好 但是你之後賣不管多少 分我20% 之類的啦 之類的 那今天這個問題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就直接問就好了 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是不是一個special case of revenue sharing呢 如果是的話 是在哪個parameter等於什麼的時候 是一個special case 看到大家念念有之 切切私語的 還行 答案就是5等於0的時候 OK 當你的這個revenue share 是0的時候 這就是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就是兩個人同意一個wholesale price 一個5塊 兩個4塊 三個15塊 賣出去就是你的剩下的事情 不干我的事 好 當5是0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就是一個pure的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可以嗎 好 第二題 給定一個revenue sharing contract以後 請問 基本上是要問 equilibrium quantity會是多少啦 不過在那之前 能不能先試著把 pi r跟pi m 寫出來呢 先試試看吧 先試試看吧 這裡有個重點 就是你這個pi r要是寫出來的話 等一下一次微分 就會給你q star 所以那是等一下的事情 你先把這個寫對了再說 而且pi m 也會變得跟之前不一樣 對不對 pi m也不會是 w-c乘以q 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pi m depends on retailer賣掉多少 所以 就equilibrium 就expected profit的角度來講 pi r跟pi m是多少呢 謝謝看吧 當你經過了一番思索 得到了一些東西了以後 跟他 把他跟wholesale contract比較 應該不會差非常多才對 他的結構有一些調整 但是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就是他的價格 就是他的價格 乘以他能賣掉的需求數量 然後他的需求數量就是 如果他的訂購量 就是他的訂購量能夠滿足他的需求的話 那就是0到Q然後乘以X 然後再乘以他的需求難數然後的機會 然後加上如果他訂的數量沒有辦法滿足市場需求的話 他就是賣Q然後乘以Apple X 然後乘以1減掉這個 就是他能夠得到的這個部分 然後減掉他的訂購成本 所以就是W減掉乘上Q 然後對於retail 對於manufacturer而言 他的profit的話 就是他的retail wholesale price 減掉他的production cost 所以他能夠得到的這個分數數 所以他能夠得到的這個分數數 然後加上他從那個retail的收益那邊 得到的這個分數數 本質上來說呢 首先你求出你的expected sales 對吧 Expected sales 在大括號裡面 OK 大括號裡面 Expected sales乘上p就是expected sales revenue 然後再乘上e減5 就是retailer能得到的部分 那當然WQ還是要減的 所以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OK 可以吧 那有了這個以後呢 你馬上就會想要對他做個一次尾分 然後看看equilibrium的這個quantity是多少 為了節省大家時間 這個 出國我就幫大家做吧 p啊 e減5啊 這個大概沒有差 欸 裡面這個東西微分 仔細一想 好像沒有什麼knowledge可言 因為做過了 對吧 答案是多少 他跟之前newsender的時候一模一樣 不知道 一群刁民 好吧沒關係 這個 微一下也不是太令人難過的事情 對吧 你這東西你就對Q尾分 OK 對Q尾分 就這樣 然後這東西對Q尾分 上面沒有東西 下面你那東西拿來對Q尾分 那就見 這個 反正這個小f的一定要消掉 然後最後就是裡面這個 那拿來對Q尾分 你就加上這坨東西 對小f積分從Q到Q 所以就是e減大f 對吧 總之就是剩下 e減大f 這件事你辦不到的話 回家 今天晚上睡前練習10次 好 就到這個 那如果Q要optimize這東西的話 這個equality要等於0嘛 所以你就會得到 你的equilibrium的Qstop 要滿足 嗯 有一點複雜 就寫這一個Q 滿足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1-f of Q 要一下 或者是怎樣的 然後把剩下的東西留下來 對吧 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可以讓它變成 比如說 這樣子 可以嗎 就是 係數是 這團東西的係數是它 所以把q 遇到右邊去了以後 把係數 除到分母 就沒了 這樣子 那你看著這個式子啊 仔細想發現 還真是沒什麼 因為p分之w 就是以前的critical ratio 對吧 那現在p變成px1-5 完全就是 對 因為以前賺1塊是1塊 現在賺1塊只是0.7塊 所以你的critical ratio就變了 它就會改變你的訂購量 可以嗎 可以吧 不行 我也沒辦法 好 所以這個式子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 這個式子會決定你的equilibrium的訂購量 可以吧 好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的話 接下來理所當然的 你就要問 好現在第三題 就是 coordinating the contract 有沒有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任何一個w5的pair 可以 coordinate 這個channel 有嗎 都要看啊 這個時候 需要一點 你對coordination的概念的理解 什麼樣的w5 會coordinate這個system呢 想一下啊 討論一下 想一下 好 大家都做得蠻順利的 我們來 做點簡單的討論 今天呢 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equilibrium的order quantity 要面對的critical ratio 對吧 如果你希望 retailer 定system optimal 的quantity的話 你就要讓critical ratio 變成 某一個特定的量 比如說 變成p分之c如何 越過這個表格 要是 1-f qstar 等於p分之c 等貨 要是 那 retailer就會定 system optimal 的quantity了 你就可以induce他做 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就是system optimal 的quantity 好啦 沒事啦 總之你就要讓這個equation 相等 所以你需要的事情 就是w等於c乘上1-by 可以嗎 只要你讓這件事情成立 那 這個就天下太平了 你就可以讓system profit 達到最大化 OK嗎 很快的 討論一下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什麼呢 就是 w 跟c 是線性關係 對吧 w跟fine也是線性關係 而且w跟c誰能打 c 就是表示 表示你要賠短賣 對吧 一開始的時候要賠短賣 比如c一個要5塊錢 你賣他只賣2塊錢 這也沒什麼奇怪的 因為你後面要抽成 那你乘數抽得越多 你的這個 一開始的折扣就越小 對吧 這就是 你怕賣不完是吧 別怕 我來跟你分攤你的風險 分攤的方式就是原價變得很便宜 這樣你就願意多買一點 反正待會你要是賣出去的話 你就跟我share你的revenue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跟return contract 有一曲同工之妙的點在 他們都是分攤風險 本來manufacturer完全沒有風險 人家訂貨你就生產 就賣 就是hipping 那如果return contract的話 manufacturer就分攤風險 revenue sharing的話也是分攤風險 ok 所以這樣risk sharing完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成功的降低return的風險 降低他的風險 他就願意多定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本職上的精神是一樣的 然後呢 你會發現 要嘛就是 你不要怒幹 不然你就是要賠本班 你沒可能 w比c大 然後還抽成 這樣子 人家不會要 ok嗎 那 還有一些事情可以討論 不過在那之前 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今天啊 有另外一個contract 這個contract叫做 sales rebate 加個s好了 sales rebate是幹啥呢 這東西跟return也很像 但是又是轉過來的 就是 從中心先賣你 w ok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 sales rebate 或者叫channel rebate 不一定 我們叫他小s好了 這個量就是 每當你賣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給你一個獎金多免兩塊錢 的意思 的意思 所以他運作的方式就是 manufacturer 付給retailer s這麼多錢 for each unit 你賣一個我多給你兩塊 賣兩個多給你四塊 這個錢是manufacturer付給retailer 那這個contract在這裡也稍微改成w跟s 其他的事情都不變 成本是成本 price是price demand是demand ok 那一樣 不是太令人意外的 要是你的s是0 這就是一個wholesale contract 對吧 你要是不給他這個bonus的話 這就是一個wholesale contract 好 那很快底下一步 我們又要寫下新的profit function 不過在那之前 先來想想看 為什麼世界上會存在有這樣的contract呢 為什麼manufacturer這麼好心 要送錢給retailer 對吧 你好好的wholesale contract 一個五塊 兩個十塊 三個十五塊跟他送錢 結果他賣一個你還要付兩塊錢給他 Why 沒有錯 這樣他就願意訂比較多了 對吧 你就是因為他本來訂太少 你覺得不行 你要想辦法讓他訂多一點 所以給他一點incentive 讓他訂多一點 這個reward 或這個bonus 就是讓他訂多一點 ok 至於會不會讓你的profit上升 那就是各位要集結看的工作 蛤 那這個寫下來吧 我把這個寫下來吧 我把這個寫下來吧 pi r of q pi m of q 怎麼depends on你的w跟s呢 就是他這樣是他預期可以賣出去的量 然後每一檔可以賣p 然後還會拿到xm的補助 然後他訂貨的成本是這邊 然後對於viva商他預期的時候是他可以賣多少錢 然後後面是成本 那上面這個寫出箱子 他預期到貼給下個錢 那你看一下一個turn就是manufacturer出現的這個積分的式子 表示說我現在manufacturer也care風險了 對吧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risk sharing的精神 好 總之你有這個了 那你應該會想要把q star的那個equation寫出來 寫寫看吧 怎麼樣會決定retailer的這個 定貨政策呢 好雖然跟前一題很像 但你也不要介意試試看 試試看 把它寫下來 好 那咱們來對一下答案 今天呢假設變成是這個sales rebate的話 這個turn就換掉 換成p加c對吧 講說p加s p加s 所以那就這個turn 換成p加s 那這個turn 就換成p加s 可以嗎 所以沒有什麼意外的話呢 你的這個 新的equation 會可以被你一口氣的求出來 就是如果你要coordination的話 那這個式子要長什麼樣子 大概會變成p加s 乘以c要等於pw之類的吧 這東西跟大家的一樣嗎 好非常好 那我們來稍微地整理一下這個東西 假設我把s留在左邊 把剩下的東西移到右邊 這裡有個pc對吧 所以右邊會變成p 對比的w-c 再分 然後這是sc嘛 所以就除以c 這個就是s 這可以吧 好這個equation 帶給你什麼起勢 有嗎 舉個例子來說啦 紅色這邊 剛剛在這個revenue sharing的時候 這個式子直接的告訴你w-bc 想 對吧 那現在這裡黑色這個 這個 這個式子有告訴你s有任何的限制嗎 s有任何的限制嗎 我別記得搖頭 起碼有帶給你 對吧 不過本來就要帶給你 所以也不太奇怪 s如果是0的話 w就是0 w就是c 可能就是 ok我 holds your price 是c 然後這件事情就當沒發生過 system的確是會integrate I mean coordinate 這樣沒什麼問題 那w越大 會發生這種事情 s就越大嘛 也挺合理的 就wholesale price上升 東西賣的越來越貴 但你還是希望他定一樣的量 那你的bonus就要給越來越多 這樣子 直到時候 這兩個量一直上升 直到 我沒有直到 直到世界末日嘛 因為沒有鏡頭 對啦沒有鏡頭 好 好 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有這個coordination 是很好的 對吧 表示sales rebate 或revenue sharing 都可以做coordination 那在profit splitting上 他們有沒有 任何的差別呢 是不是可以做到arbitrary的profit splitting呢 在這兩個contract上面 比如說這個好了 sales rebate sales rebate revenue sharing 他能不能arbitrary profit split 應該是可以吧 為什麼 欸不不不 這證明還不夠 還差一些事情 都連續函數這件事情當然是有啦 那還差什麼 你要證明比如說pipm 那由0跑到pip 或是由pip跑到0啊 就是 調整某一個係數的時候 會讓 比如說manufacturer的profit 從0跑到 total profit 這樣 這樣才能保證 profit splitting 可以任意地完成 可以嗎 好 我們再說的是 之前那個圖嗎 在 你符合這個equation 的前提下 你來調整 比如說 呃 phi好了 比如說phi phi要介於0到1之間 phi如果是0 phi如果是0 那今天w就等於c 對吧 那coordinating的時候 manufacturer就吃土 就什麼都沒得賺 ok 所以manufacturer就自己 那如果今天phi是1的話 phi是1的話 w就是0 沒有 wholesale price 但是你賣多少錢 全都是我的 ok 所以就換retail吃土 那換句話就是manufacturer的profit 會一直上升到最大值 which is total profit ok ok 到這個時候為止 這個證明就算結束了 phi在0到1之間跑的時候 pi m是連續函數 而且會從0上升到total profit 那就表示 就是給定任何你想要的三七分 或是四六分 你都找不到一個phi 一個phi 然後也就是找不到一個w跟phi的pair 來滿足你要的條件 來讓這整個system的profit最大化 而且照你想要分的方式分 ok嗎 所以 它可以achieve arbitrary profit splitting 那當然也就可以achieve winwin 基本上的結論會跟return contract 都一樣 好 那最後這個 sales rebate的話 有這個性質嗎 我觀察的是說 就是 首先看s等於0的時候 也就是w等於c 這個時候就是manufacture 他要做一個 對 然後 一部分是ok 但是第二部分就是 我想要知道 看有沒有辦法manufacture 吃到整個 整個市場利益 但是發現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不管你再怎麼去電動的函數 就是沒有辦法讓manufacture 不占這個support 基本上關於這個manufacture 能不能獨佔這整個supply chain呢 你基本上是要看 比如說 s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profit function還是有的嘛 在右上角 s趨近無限大 w趨近無限大 並且符合那個equation的時候 是不是能證明 比如說 piR會趨近於0 之類的 technically你是要做這件事情 可以接受嗎 不是現在因為 比如說s s沒有一個上限 所以你不像phi 可以有什麼0到1之間的這個range 所以你必須要討論 當s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那個piR會不會 比如說趨近於0 這樣子 那本質上是可以做的嘛 因為s跟w有一個equation 所以比如說piR那個式子 你可以把w換掉 然後再去做這個極限的這個證明 這樣子 不過呢 你除非真的是 已經寫到寫paper寫到這個階段 不然你大概不需要這麼做 因為你care的事情 如果是這兩個東西拿來比較 那在profit splitting的這個條件上 這個issue上很顯然的 就是sales rebate比較差 對吧 因為實務上不可能會讓你有什麼無限大的 這個wholesale price或者是sales rebate 它一定就是有個限度 你不可能一個東西賣200萬啊 然後怎樣怎樣之類的 這太奇怪了 所以 as long as 實際上這個小s有個cap 就是有個上限 可能是p可能是2p不知道 實務上只要有一個上限存在 那你就知道 這個arbitrary的profit splitting 是做不到的 ok 你在那個cap裡面 一定不可能讓manufacturer獨佔整個市場 好 那 這樣的話 就不能保證 任意的profit splitting 那就不能保證 win-win 可以嗎 in general就不能保證 win-win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可以說 這個rebat contract比較差 他 在coordination 在coordinating 在channel coordination的這個issue上 這個sales rebate的contract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那 離開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回憶一下 我們這裡講過三個contract 對吧 我們同影片裡講了return contract 然後我們剛剛講了rebat跟revenue sharing 那三件事情雖然講起來是不同的手段 但是本職上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做channel coordination 手段是risk sharing 就是不要只讓retailer吃那個share 或是吃那個risk 而是要讓兩人一起分攤這件事情 ok 那在你成功的給retailer一些incentive的以後 retailer就會去定的比較多 然後你就可以引誘他回到這個system optimal的這個level 可以吧 挺有趣的 但是做法微微有點不同 return的話是 你要是買多了的話可以退 這個是你賣我給你一點benefit 這個是你賣出我先折價 然後賣出去了以後你再分我 這樣子 沒賣不用給我錢 賣了再給我錢 這樣子 這三種的確都是intuitive的可以讓你賺的比較多一點 對吧 然後讓retailer定的比較多一點 ok 那個角度上講好像是一樣的 但是你經過缺密的分析以後 還是可以發現 嗯 雖然都很好 但rebait theoretically 不夠好 因為只要那個rebait有個上限 你就不能Promise trading 就不能保證winwin 那就不能保證這個合約大家會簽下去 可以嗎 可以嗎 但其他的兩個是可以的 所以你即使光只是這樣看 你還是可以說這兩個比第三個好 我知道我們剛剛的結論的話 從完全從model的角度上來看 你會認為這兩個挺好的 這個就普通 可能也蠻適用的 但是有一些情況 有些極限狀態可能就不太行 這ok嗎 好 那 現在 很難得的 很over的 我們也會討論一下 這些東西在實務上 應用上的可能性 這三個contract實務上當然都有人在用 挺不令人意外的 那實務上要運作這些contract 有沒有什麼好或壞呢 我們在這些地方 基本上假設你要簽這個合約 我們不考慮這些成本 對吧 不考慮這些operating cost 或者是什麼information system的cost 或者是什麼減貨挑貨殺回的cost 都沒有 實務上你要implement這些contract 有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考慮到的東西 讓他變得很麻煩 實務上你會不會prefer某一個 to另外兩個 李貝你會確定 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買出去 我可以把那個東西藏起來 然後拿來死 你也不太能夠說 我拿到那個錢到底是多少 大家有get的point嗎 rebay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賣一個你要給我兩塊錢 這樣 我賣一個要給我兩塊錢 但是這個到底有沒有賣掉 好像是個問題 對吧 餐廳 餐廳 比如說我今天進了100個貨 然後一天過去了賣掉要10個 剩下80個 所以把那80個丟進海裡 然後轉頭就跟我的製造商說 100個全賣掉也給我兩塊錢 這樣 所以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然後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是一樣 manufacturer要去monitor說 你這個到底賣掉幾個 才會知道 他要這個分還給我多少錢 這樣子 雖然方向不太一樣 但是呢 這兩個的性質 本質上就是你要看 他賣掉幾個 這件事情可能會很麻煩 在很多時候可能會很麻煩 但return的話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return就是你屍體要還我 我才會給你錢 對吧 所以return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他如果不還你屍體是不行的 所以在 以前 現在應該也是 但是以前 書賣的還挺好的那個年代呢 你書商賣東西 賣書給書店 書店最後都有 通常可以退貨嘛 那通常可以退貨的時候 通常只要把書皮拆下來 退貨就好了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書都運回去 我說的是 當然是那個二手書沒有要賣的前提下 比如說就是過期的雜誌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你只要退個封面就好了 你必要整本退 因為 退貨的重點 製造商提供退貨的重點不是賣二手書 而是提供incentive 對吧 所以你只要給我屍體就好 你完全不需要給我那有用的東西 可以嗎 所以重點不是要賣二手書 重點是要提供incentive OK 好 截至目前為止的四個 lecture 基本上是講關於 decentralization和integration的差別比較 efficiency有沒有loss 有的話從哪裡做修補 然後兩篇paper一篇是假 partial integration不一定比較好 對吧 以及在這種chain to chain competition 的一個example 就是你如何透過做某件事情 來讓別人相信你打算做某件事情 你透過插一個retainer 來讓對方相信你要提高price 那等於是給對方一個incentive 去提高price 只是用比較愉快的方式去做 那這邊的話當然是更明顯的 你就是直接改你的contract的形式 來提供incentive 讓你們下游多盯一些貨 就是改變大家的incentive 改變大家的interest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會給我一份know now 我們說啊 一個coordinating coordinating the contract 它可以做到incentive alignment 這樣子 或是說它可以align 大家的incentive 這樣子 align就是對齊嘛 就是什麼意思呢 平常老師跟學生的interest 或是incentive 就是不align 老師的願望就是學生學到很多東西 但學生的願望就是適度地學到東西 並且適度地偷來 這樣子 所以incentive是不align的 這樣子 所以我們試著online 大家incentive的方法 可能就是出作業啦 考試啦 什麼之類的 或是比較震驚一點的例子 今天你如果是這個保險員 保險員上門推銷很煩 所以呢 就是你自己也不想要對人家推銷 因為你總是被打槍 然後回家 哭哭 然後又要做新的工作 這樣子 如果今天保險員沒有bonus 或是沒有commission的話 那就不會很陰晴地 問候你家的狗啊 什麼你媽感冒好眉啊 或者是這個保險真的很好 你要不要看一下 他就不會能夠認真工作 ok 所以bonus commission這種東西 也是為了要incentive alignment 這樣子 incentive alignment 讓這兩個人的incentive可以對齊 可以一致 可以一致 這樣子 所以說穿的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的整門課呢 的核心就是講 在decentralized system裡面的incentive的問題 以及在decentralized system裡面的information的問題 因為decentralized system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對吧 因為世界上的system都是這個樣子 人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會有incentive的issue 然後呢 只要大家不是同心協力的一群人 只要大家不是一個人 那就會有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我不想告訴你 或者是我說謊你也不知道的這個issue 就是information的問題 所以大家已經會一些這個啦 下禮拜開始我們會跟大家講 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這種事情要怎麼model 以及建立在那之上的一些contracting 或者是mechanism design的問題 這樣子 剩下的時間就講這個 是不是充滿期待 充滿熱情呢 沒關係沒有的話 沒關係 下禮拜繼續 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 lad了 再按一次 我給你看 這邊 坐在這裡 好 我給我 到這裡 對 感谢观看